6点 线上有人吗? 这个时间应该是很多人都看中了嘛 可能在准备晚餐 有人在吗? 不懂这个音乐会太大声了 好 大家旁闻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John Jackson Live 今天我们会分享第21个 对 没错 John Jackson Live 第21个 他们都在离异国际实现梦想的 这个成功礼秀的故事 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很年轻有为很多女性的恐怕对象 他就是我们的RCCA KEEP了 是 他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很典型的高富帅 而且这个行公司真的不夸张 对 好 那我们来谈谈一下KEEP 他本身的背景是一个这样的人 是 OK 他本身呢 他是本身有父名 他的父亲呢 不是很富裕 但是在以前呢 他的生活呢 是算过得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他的父母呢 都会想尽办法 满足他们的这个所需 所需要的 父母呢也艰辛万苦呢 把他们呢 都送出外国读书 毕业生召回来 嗯 嗯 所以父亲是当年的年代的打工王帝 是 是 是 那么呢 他大学毕业回来的过后呢 也是跟大家一样啊 要去什么 啊 试习是吗 那个叫 那时候呢 他就已经在一个跨国的媒体集团里面呢 在试习 那么 很顺利呢 就完成了他试习过后呢 就顺利的正式成为这一家 跨国媒体的公司上班 就是 一去Intern那间公司去录取卡 成为了他的正式的员工 是 啊 所以果然这个呢 就知道是人才来的 哈哈哈 啊 那么呢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人才呢 因为他一做呢 就做了一年半半了 就给人家挖脚了 挖脚是吗 是挖脚 啊 挖脚了 没有错嘛 啊 挖脚 挖脚过去呢 是啊 一家马来西亚 啊 付费 而且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间 媒体公司 哇 这是同一个行业 是 啊 所以那间公司呢 好像大家都清楚了 A字头的 哈哈哈 啊 啊 所以呢 很多人都知道的 假如你要打工的话 肯定是要往 啊 出名的 大大间的 大公司 大公司 所以他在那个行业里面 呃 在他打工的时候 曾经听过 啊 他在打工的时候 每次看出窗外啊 就有个感觉 那感觉就是 为什么管在这个市面厂 哈哈 为什么会管在这个市面厂的办公室内 为什么不是在那个 在外面那个锤就自然绷 然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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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于是 啊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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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oike 那时候他就开始把眼睛张大 就是这个啦 是不是高富帅呢 他把眼睛张大 再开始找更好的机会 你看所有的有能力的人 就是很想要成功的人 他们都是不甘于现状 所以想尽办法做出改变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值得我一提的呢 就是成功人都有一个很好的特质 就是说摆善以孝为先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我让他寻求改变 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妈妈不是很富裕 但是都会泄净所能让他们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所以今天他爸爸妈妈虽然已经退休了 假如是普普通通过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会长久的 所以他要让他的父母真正呢 无忧无虑的过他们的退出生活 我也听过Kiff说 父母亲给了他很好的生活 当然他也是希望他自己能力给回父母亲更好的生活 真的是一个非常效益的孩子 所以这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所以就看看看看看看 找找找找找找 终于找到了直销 找到了明明 他为什么一开始就可以加入个认同别 因为什么关系 因为他看到呢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是传销已经是真正正实的可以做造 改变了很多很多的领域 所以他是完全可以接受了的 只不过是他担心的是要找到一间对的公司 一间真正懂得运作系统 懂得做传销的传销公司 然后跟一个很好的经营里面的公司 所以他就开始认识了 BE这些公司认真的去投入 是 那么他也是很努力的打拼 在短短的几年内 他也晋升了他的RCCA 嗯 不止这样 在RCCA KIFLA 也有这个非常正常的RCCA 是 一共呢 在这短短的不到三年多的时间 不到四年了 这三年多的时间呢 已经栽培了六位RCCA各位 是 恭喜RCCA KIFLA 是是是 真的是的的确确呢 名不其实的高富帅啊 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呢 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嗯 而是你真正赚了多少个人啊 嗯 而且不是关于自己的成功 而是你造成了多少个人的成功 嗯 所以在这公司我们的RCCA KIFLA 在这公司里面 不至今成为RCCA 也栽培了六个RCCA 是 嗯 那么呢 其中还有一个东西呢 让他很 很有动力的去 拼BE呢 他知道哦 是做BE你可以 work hard play hard 这个 这个我们就非常清楚啦 因为RCCA KIFLA 是一个和尔很爱玩的人 和尔很爱自由感 我们就讲 为了自由 他就可以 马上去找更多的机会 当下过去改变的嘛 嗯 所以呢 他也是很 很在这方面 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去经营他组织 那么呢 假如你有疫情的话呢 他会时常的 往外国飞 啊 一边呢 就是栽培他组织 另一边呢 就是享受他的生活 嗯 是 所以RCCA KIFLAW的组织 也拓展到世界各地 很多个国家 我们在开始BE的 其实没有多久时间 最近他现在出现在美国 是 然后过去出现在美国 是 是 四处去真的四处去 去带组织 嗯 所以他也是给很多 年轻人的忠告啦 哦 年轻人呢 我相信呢 一定要趁早 这个也是他一个很大的 原动力 是 所以RCCA KIFLAW讲 我的父母和未来的家庭 是我趁早成功的最大的动力 是 是 哦 所以成功有方法 失败有原因 所以他成功的动力呢 就是来自于他的父母啊 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年轻人 应该有个今天的成就 是 而且在他之前没有许多的年轻人 嗯 甚至一对对的夫妻 都透过他的领导之下 在BE里面都非常 就有非常地一个 自语的生活 是 哦 所以OK 那么到最后呢 啊 啊 在这边呢 啊 KEEP YOUNG呢 也鼓励大家 嗯 鼓励大家一句话呢 就是 时间不等人 别让自己日后呢 有机会讲那句话 早知道 哦 啊 早知道的话呢 就很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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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在这边呢 他有讲到啊 感叹着 我希望能够做到更好 往往呢 成功的人 还要更好 啊 ACCA KEEP YOUNG 虽然是很年轻 不过他在这边有特别社名 他想要的自由生活 对他来讲呢 时间是有碑环 是有碑环 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你可以选择性做你想做的事情 值己所爱 嗯 他觉得年轻人 应该打拼的一个岁月 千万不可以荒废到你 那么美好 那么珍贵的那个年轻的日子 他讲 他想要的是 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 去调整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甚至是有自己的财务自由 自己的非凡性有个时间自由之外 他还可以自己构思 自己想要的怎样的物质 怎样的国外生活 国内生活 自己的充裕的时间 去陪伴在国外的家人 然后他每一次都这样 他希望他去旅行的时候 是不受时间控制 就像把控的时候这样的 baby几天哪里 几天就要回来 所以他要的自由是这样 Kip代表什么东西 更重要回来不用绑腰带 是 所以说老实话 一个真正的年轻 年轻就是本钱 最爱是为自己创造 更高的价钱跟价值 你就是真是人上人 对 所以再次恭喜RCCA Kipleon 恭喜恭喜 所以跟Kipleon 一起在台上的不少一次 他是一个真的是讲到做到 然后就很享受他的生活 一个人 非常享受生活 努力学习的一个人 愿意学习的人 然后没有价值的一个人 然后非常谦卑的一个人 他真的是很想往自己 所以明明就是他想要的事业 是 嗯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也鼓励大家 假如你还在看着 你还在找个机会的 找不如干预一个机会 认为真正的来成绩 如果你像RCCA Kipleon 这样也是管在办公室内的时候 你真的很享受一个 自由自在的生活 虽然我们现在是管在家里 但是行动被管制 思维模式跟生活 不必被管制嘛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也觉得 哎呀 自由是你想我的一个 一个生活的话 这样可能 你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等等来看看 比喻这个国际事业 它可以让你成功的同时 得到非凡自由 时间自由 财务自由跟心理上的同时 所以今天呢 就是我们专家上的Live 他们都在别国际时间梦想的 第20个RCCA领袖的故事 21个RCCA领袖的故事 希望我们的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